今天題目是台話盛開 那我想從這題目開始就是 為什麼叫台話盛開 如果說大概2013到2012、2013、2014這幾年 大概是女性社群 台灣的女性社群女後出選一樣起來的 那像Ruby Girls, High Ladies 或是R Girls 或是R Girls 台話比較重要的 大概都Gon Street Girls 超級的社群都在那個時候 不約而同同同發展 那像百花齊放一樣 如果那個時候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候 經過兩三年的現在 很多社群包括很多社群都運作得非常成熟 我想 那很多女性社群都運作得很成熟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百花盛開的時候 那可是在百花盛開的時候呢 那我想你們可以 你們也應該是一個適時後再回顧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 解釋我們的社群環境和新的環境 是不是足夠友善 我們已經做到哪裡了 那我想我們已經 我們知道說 很多社群包括今天的Costca 包括 如果PiCon 拍過大多多多的社群 Conference 或是社群聚會 其實都已經有 在執行社群行為選擇了 雖然在執行的時候 還是多少有些生意 但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社群行為選擇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想這時候在 身為我們幾個女性社群 或是女性社群的參與者 對我們來講 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為 我們也需要 是時候 要把標準再提高一點 比如說如果 如果Costca 或是PiCon 已經有在執行社群行為選擇了 可是 我們看到的女生還是這麼少 那 是不是哪裡有問題 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些什麼東西 是哪些東西 或者說我們還 還可以再改掉那些哪些東西 哪些東西還可以 不要應該再做哪些東西 那這個問題我想 我們邀請到三位講者 那我先簡單介紹三位講者 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PiLadies的 那他們 PiLadies這兩年發展得非常好 甚至是有發展到 到中南部去開 去辦活動 那我想希望就諮詢 從他角度來講 來建議 如果假設可以像是 台北大胎 或是假設可以像是 一般社群的話 那他可以提出什麼 建議 我們這些社群可以做哪些事情 可以讓女生更有三 更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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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可以提出什麼 那另外一位是瑞克 瑞克 瑞克是目前台灣 維基媒體協會的秘書長 那他也是 他非常 因為維基媒體 維基媒體基金會 美國的維基媒體基金會 他們非常積極的來開動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女性的協會 所以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然後做很多計畫 然後希望瑞克 然後瑞克他一定非常積極 把這個計畫來帶進台灣 那我想請瑞克也來介紹說 國外維基媒體基金會 他們做了哪些 有哪些計畫 國外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最後一位是Arne Arne 那部分可能會用英文 他自己會決定用 可能會中立夾雜 那Arne他在台灣很多 很久很 我想很多人認識 那可是他這幾年 他是在 他主要在部落 原住民部落裡面 去做自由軟體 那我想這是 我們在講diversity 社群多元性的時候 因為我們講社群多元性 我們最大的主題 主要是心靈 那可是其實在 其實他不只包括心靈 包括地獄 包括年齡 包括種族 那在國外很大一個問題是說 在國外的最大問題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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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希望可以看到社群 大型的conference 沒有更多的非白人 非男性非白人 那同樣的 我也會希望說 從Arne做一個起點 我希望可以在 以後我們社群活動 可以看到很多 非男性 還有更多的 非漢人 對 那剛剛問題也不只漢 還有更多 那我想這是一個起點 那簡單介紹一下 就不在乎大家時間 那我想我先把時間 就交給 思君 那請他來介紹 請他來 對 分享 好 感謝伊瑪包的邀請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來聽這一場的talk 讓聲音夠大嗎 OK好 那我今天來這邊的話 是要講說 如何塑造性別友善的社群空間 那先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來自於PiLadies台灣 那PiLadies是一個國際的社群組織 那我們這邊是台灣的分部 那PiLadies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 只要是自我認同是女性的話 我們都非常歡迎 那不明是因為我們是Python加Ladies 所以呢我們就是由一群喜愛Python的女生所組成的一個社群 那我的話是資居 那也可以叫Pelly 那我現在是Pelly的負責人 然後公司在Base在擔任 工程 軟體工程師 那之前的話也有擔任過一些所會長跟學生代表 因為就很喜歡幫助大家這些事情 那目前的話正在努力成為一個更新一更有勇氣的人 然後希望可以創造一個平等多元的環境 那我發現大家會發現所有時候 我把心力跟勇氣兩個字把它開賣 其實這次主要會那個 環環相扣到我底下的分享名 那我第一個想要講的話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有性別的刻板印象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是非常自然而然的 就大家就是從小就是這樣環境量長大 不管是家庭、社會還是學校 其實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性別刻板印象 那這時候其實是很可惜的 因為其實這樣的話我們就會不夠尊重 或是不夠提任的一件事情 就比方說我們可能會覺得 你家庭不好啊或什麼什麼 但其實也都是錯的 那我希望說大家可以在有意識到時自己 其實做到這些刻板印象的問題 那我這邊的話都分享一些 我自己握身身經歷的一些個人經驗 就這些其實都是我真實聽到 或是有時候會用一些Netflix去討論的時候 然後對方發表出來的結論 像第一個可能就是女生就是弱啊 或是技術不會差 我不會主動學習 可能大家都是比較關注在什麼看韓劇啊等等的 那其實像大家在這裡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都有非常多優秀的女性 而不是我們只會說像是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那一點的話就是說 剛剛其中第四點是我很非常care的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非常的困擾我 就從我高中升大學 然後大學生研究所 然後一直到找工作 其實就是一直會聽到說 女生因為比較少 所以就會比較吃香 那分手比較高 也比較好找工作 但其實這句話是非常不禮貌的 因為我們其實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也非常卻能在學習精英自己的技術 但當然可能第一線就是你就會說 欸因為你是女生這樣 大概因為是女生把錢 你就會進了這台公司 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完全是否定了 我們之前在做的一些努力 那再來的話有一些各式各樣的可買 像是女生可能會比較寫前端啊 或是比較善於溝通 然後所以說其實不適合寫程式 就跟剛剛上一個講題一樣 然後最後會轉去B&N啊 或是做測試等等的 但相信大家其實都知道這樣其實不是的 然後我們應該 因為而且我也有認識很多的事情 是非常技術力非常好 然後就有可能真的 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的關係 他就遵循了社會的刻板印象 而離開了這個寫程式的圈子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可惜的 然後再來的話 但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請大家不要開玩笑 因為其實相信大家平常在網路上或在PT 其實都因為聽到這兩句話 就是認真就輸了 或是有朋友在開玩笑嗎 然後就表達不是的 的時候他們就說 只是開玩笑嘛 我們不是認真啊 但是其實每一句開玩笑的背後 都是因為你真的內心想到了這件事情 你才會把它講出來 然後你可能會自己知道說 欸這句話好像不妥 但是好像還蠻有趣的 所以就講出來 但是其實你這樣的話就是忽略掉了 我們開玩笑的話語 其實也是會傷人的 而且有時候是這種不經意的話 那會最難的傷人 所以他一定要注意說 其實你去講句話的時候 不可以 因為我開玩笑 然後就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覺得就可以一樣 適應的傷害別人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那邊重點就是要細膩的同理性 這句話其實跟剛剛的兩點 其實是有點共通的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就是希望說大家在講出一些話的時候 可以先多想幾次 就而且因為大家都說 我日三行不算 就我希望大家 聽大家講出一些話的時候 可以事後反省 然後知道說 欸我剛剛繼續畫是不是 是不對的 因為比方說 像我們大家 比如說大家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是女協會 有時候說要 重視 然後跟尊重的一種技術 但實際上都大家都還是 可能或多或老都有看過 工程師的筆試鏈 就大家說 欸就是我可能越底層 就是越高級 我覺得鄙視一些 用一些GY啊 跟Tour的人 但其實這樣都是不對的 就不管是在性別這塊 還是在其他領域的上面都是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是不要覺得 他們是在小提大作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參與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可能表達說 欸我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然後你可能覺得 欸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事情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看重 或是這麼介意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是不是只是小提大作 但是其實是不是小提大作 因為他本身就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不好的感受 所以他才會有表達出一些這種事情 那我們這時候要做 其實是重視他的感受 而不是覺得說 啊你只是小提大作 在無理取鬧欸 這樣是不對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女生特別容易遇到了 就是不管是在工程師啊 或是政治人物 其實大家都會 有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大家都在面對一個女性的時候 都會優先的評論他的外貌 而不是他的技術 我覺得這樣非常不好 因為你可能有時候描述一個東西 而不是他今天貢獻了多少 而是說欸 我跟你講這邊有認識一個人 他超正的 然後不是 而不是講說他的技術很好 還是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是很可惜的 因為我們應該要把他當作是一個人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一個技術的論壇 我們應該是要以技術為主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從C-COMM今年的 呃 新作業準則 然後列出一些詞 我覺得也是可以相呼應的 不過其實這一些 我覺得總歸來說 其實他講的 就要講的就是尊重兩制 然後尊重的話 其實是可以放諸在各個詞法 然後展個小故事好了 像是我們前天是Cost Club的獎者晚宴 然後跟我們同桌的時候 其實有兩位外國的獎者 那因為他們就是聽不懂中文 所以比如說我們最好彼此聊天的時候 應該都是用英文 才不會讓他有就是語言上的隔閡 對但是其實大家都就是 聽他都講中文 有時候可能不小心 你就會講出了中文 那這時候其實英馬毛就去做得非常好 他那時候就我們可能把他用中文 然後再討論比較熱烈的時候 英馬毛就會用英文 然後大家解釋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什麼 讓他有參與感恩 不會覺得說 大家就是彼此用我聽我懂的話語 然後再討論事情 那一般我們開會來說 比較常見的例子 是可能有時候 我們一群男生跟女生開會的時候 可能男生有時候想到一些事情 他會選擇小小話跟隔壁的人說 而不是整個胖胖胖講 這樣的話其實感覺一樣都是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我想讓大家可以注意到尊重這件事情 那最後我想要講的話呢 其實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勇氣這件事 因為其實像大家今天會願意來聽這一場 就 因為其實後面有非常多優秀的主題 然後大家會願意來聽到 就一定是因為有重視到 然後希望可以讓我們的社群更好 所以我相信說我剛剛提到的這幾點 其實都已經都是屬於自我提升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講的就是勇氣 那大家要記得是我們今天的使命 是營造一個舒適學習討論的環境 那所以說我想讓大家可以擁有指證他人的勇氣跟多管閒事 這其實算很困難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欸我好就好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就是一個社群 我們是一群人 所以我也希望說如果今天只有你好 而別人都沒有意消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是很可惜的 那這時候我覺得應該要怎麼做呢 就是對於一個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 就是當有遇到一些不舒服的言論的時候 其實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比如說勇敢的對方說 欸我覺得哪裡不好 然後這樣的話有點冒煩到我了 然後即使是你知道對方其實在開玩笑 但你只要不舒服 就一定要勇於地告訴對方 然後當我們是身為一個第三者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人做得不好時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解決 我們是漏勢至少我們的全學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一個group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只有你好是不夠的 我們應該要讓這個社群更好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簡短分享 如果有問題 大家可以一定發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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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視頻度來分享 因為 其實也讓我想到很多事情 像我們之前 WFO是在 在擺他們的時候 也是 欸跟一些社群 那時候很多人還不大認識 我們WFO的時候 有些社群就會說 欸 講一講就 不知道該說什麼 啊你們可以來幫我們測試 對然後我就想 我們裡面好幾個在寫 寫Android Driver的工程師 你要知道我們測試 你們來幫我們測試 要想 對 那謝謝資君 那接下來我請 接下來我們請 歡迎REK REK 來分享 國外社群 目前做的哪些措施 哪些計畫 來促進更多的女性參與 謝謝 謝謝 下一個 好 這個簡報25分鐘前 就是前一場在 如果要避免被閃瞎的話 最好還是認真做簡報 大家好我是維基 現在台灣協會的 理事長 我們要介紹一下 維基的旅行社群的 經營 當然一馬剛才的提示 就是要 來分享一下國外 做的方式 但我可能還是主要會以台灣 現在引進的這些案例為主 好 那 講到這個女性社群要怎樣 去把它經營起來的話 我自己來講這個題目的話 我會覺得有一點困 困擾就是 再怎樣我還是頭髮留在場 花再多錢去做一趟 還是 還是一個男性的身份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 如果有時候倡議者 本身是推動者是男性的話 最好你在做這個女性社群 或是一些要福利女性加入你的社群的時候 先去了解他們 到底在想些什麼 不要自己太多的想像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女性的社群推廣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是 先找他們開了一次 就找一些人來開了 找一些女生過來開了一次會 然後呢就請他們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女性的維基劇 會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時候他們畫了很多張 類似這樣子的圖 就是我們鼓勵他用畫圖的方式 然後用這個 欸需要你在做在這邊 我應該秀你那張圖 或者是用一些什麼心智圖 這都可以就是自己用直筆 去做一些想像 然後我們再去把它做一些歸納 那歸納出來之後其實發現 當然這是我們的經驗 不見得適用於所有的女性社群 就有意願參加為這些女性來講的話 他們的願望也還蠻簡單 就三個東西 那第一個東西呢 是要有太陽 欸台灣這麼熱我不太懂什麼要有太陽 不過應該是說需要那個 那個聚會的地方能夠有陽光明亮的感覺 所以這是他們第一個願望 但第一個願望呢 我們後來就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聚會必須要在平日 平日就要在大家下班之後 所以一定是晚上 但是沒有關係 那個燈光點這樣點到我們心中有太陽 這樣子 好第一個事情 就是這樣呼過去就是這樣解決 那第二個事情呢 呃 據說是這個人很簡單 就是只要有這張出現就會給推 那 對就是貓這個東西也出現在很多人 很多女性的願望請男裡面 那 呃 這件事情是我們第二個爽約的東西 因為在外面聚會的場地不見得 能夠帶貓進去 那 所以 呃 這個 這可能也給大家一個方向 就是如果你想要吸引更多的女生加入你的社群的話 找一個有養貓的咖啡廳這樣子 啊 這台北也還蠻多的 我就不做廣告 好 但是第三件事情是要有 這個應該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食物 就是有夠多的食物 然後 呃 這個是網路上抓下來的照片 然後他的食物看起來給我們平常吃的好太多了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用一些垃圾食物 就是 餅乾 起水飲料這樣打發 好 不管人家把握餵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好的 呃 這個是當初我們在做這個 呃 維基 就是在台灣的這個女性社群聚會的想像的時候 要去 要 就他們想像出來幾件事情 但 呃 我覺得重點倒不是每一個單向單向 就是不見得你要把這些東西找齊之後 才有辦法去 去開一個女性的聚會 而是 呃 就我們的經驗來講 你要辦女性社群的一個實體聚會的時候 其實 呃 有一些氣氛 是蠻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情跟 呃 有的時候我覺得 男生在 男生在處理那個聚會上面 不會把它當作是一個空間在經營 就是大家反正 穿著水水片片 然後電腦一帶到現場 就開始跟那個城市馬對話 這樣 但實際上那個 呃 其實有些周邊的一些氣氛可以 呃 協助 呃 大家更加的投入這樣子 好 那除了這個 呃 聚會的 就是 場地空間的這個氣氛的問題之外 還有內容 那內容是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從國外 呃 引進的蠻多 呃 他們先行的一些議題 好 那 呃 首先這一個東西是大概每年在 現在已經固定到每年的三月 呃 呃 這是從紐約的這個社群開始發起的 他們推動一個叫做 Art and Feminism 就是 藝術與女性主義的這樣一個編輯送 那 呃 所以編輯的內容就是以 呃 它其實那個是一個或的概念 就是你要跟藝術有關 或是跟女性主義有關的都可以 那 那 當然大部分會被這個主題引來的都是會結合 就是可能去編輯一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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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來編輯女性議題的東西 而是我覺得這些的活動都是一個宣誓 就告訴大家說 你這個社群其實是關注女性 注意到女性的議題的 好然後另外還有我們也引進了 這個是一年一度的線下的活動 那如果線上的話 我們現在也引進一個東西是 在維基百科上面一個特色的東西 叫做我們與RAID的這個專案 因為維基百科大家應該都使用過 那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如果那個連結 就是它有時候一篇文章裡面 會有很多的名詞可以連結 然後你如果看到是白色的字 就表示在這個版本的維基百科裡面 同樣也有這個詞條 你點過去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詞條的解釋 那如果是紅色的話 就是還沒有寫到維基百科裡面 所以點過去之後它就會引用你 來幫我編一下吧 來幫我編一下吧 然後大家其實都管它對不對 就直接按它叉叉 好 那實際上這個專案就是有觀察到 女性的這個傳記在維基百科上面 建立的這個比率是相對的偏低 那這跟參與者的這個組成有關係 就是有一些比較詳細的報告數據統計出來 就是維基百科過去的參與者大概全球平均下來 就是九成是男性 一成是女性 然後這中間當然各國有一些高低起伏 但是我看到的統計數據最多 就是兩個最接近的都沒有超過七比三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相當懸殊的差異 然後也會造成說這個 就在傳記的條目的比例上面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我記得前幾天好像也有商業公司做出來的廣告 就問他說你想到的發明家是誰 然後幾乎都想到的是男性的名字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其實女性也發明了很多東西 所以就需要為他們去立傳 然後把他們這個相關的電話給寫出來 好那在辦這些不管是線下或線上的活動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你必須要注意到一些女性參與活動的需求 像這個是我們剛才在那個 在那個藝術女性主義面積上裡面 我們請了右邊這一位是保姆 就是因為會有一些離婚的女性 所以他在哪一樣他都有育兒的需求 那針對他們我們如果能夠請保姆來的話 可以負擔他們 就是協助媽媽 就是減輕很多他們的工作 因為小朋友的經歷其實很旺盛 那天我們是一整天的活動 然後保姆從上屋 跟這個小朋友混熟 就把他們帶到那個圓山公園去玩 玩到下午回來之後 在那個場地還是繼續全場跑 就這樣跑一整天 然後等到我們要離開之前就睡著了 那跟小朋友的電力狀況不太一樣 那除了像這種育兒育育育的需求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需求 大家可以去發掘 那這個是我們主要從國外的經驗 他有一些建議 甚至維基地基金會也接受我們去申請一些補助 就是去支付保姆的費用 好,那最後這個很重要就是版權聲明 就是剛才那些土土有一些 西西白之類的要求 好,那以上是我帶來的分享 所以再次跟大家做一下重點回顧 就是先了解女生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必須在聚會的氣氛上有所經營 然後在內容的主題上也必須要盡量開發 他跟這個有關的一些主題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非常謝謝Rek 雖然Rek說他可能不會講 我希望婆婆請邀請他講的 可是事實上高中可能講的邀請他講的東西 那我想 這部分他有提到說關於空間 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其實大家可以 其實有很多咖啡廳他們去 就是大家可以感覺到他實際上的運氣友善 那在經營這個空間的時候 大家可以考慮 例如像我們Walforce常常去的果汁咖啡 那他會有在廁所提供 衛生棉可以讓緊急的時候使用 那我在想如果社群聚會 也會考慮到這些需求的話 就會這樣比較決定 這是一個非常歡迎 與西來參加的一個社群聚會 那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接下來的會員會 阿倫和阿倫會分享 他的工作在這個社群聚會 阿倫會幫我們分享 關於原住民部落的一些 他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公告原住民在參與 自由人體社群的一些困難 謝謝 大家好 您聽個名字 這很聽得到 就是高山華 那 如果 您比較 常用自由人體的話 他會認識我 如果不會的話 我就介紹一下 我住在台灣17年 2002年的時候,開始用自由軟體。開始用自由軟體。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在用其他人做的工具打中文,跟電腦打中文。 所以我想,我這麼會幫忙給台灣的社群體。 所以,我開始幾個科學,一個是積積和積積,就是一個用積積的中文的執行。 還有,開始台灣的OvenStreetMap。 開始的時候,我也在馬馬。 然後,我看到一堆的文化。 現在是,如果在觀察國中文化,會跟大學的文化。 然後,我會說,你會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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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說。 然後,很被認識原住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看到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語言,在這段階段都沒有他們的語言支持。 所以,我開始跟他們做一個項目。 那個項目就是,想用寫字典,寫字典,幫他們用他們的語言,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下午,在Desktop Track上,有一個討論,就是介紹這個項目。 那,我跟他們,討論的時候,我看到大部分,在不為我的人,就是老人,他們都不知道自由軟體是什麼。 所以,我跟他們介紹一下自由軟體的意思,然後給他們看一下自由軟體怎麼用。 然後,我跟他們,我做的Keyboard Layout,然後,一個很簡單的Handspur Speed Checker,用其他弄的Notepad,給他們看一下這個Speed Checker怎麼用。 所以,他們,有一個classroom,都是老人,他們都是第一次用,第一次看過流軟體,第一次試試看怎麼用。 然後,他們都很開心,因為他們看到,應該會回答他們的語言。 然後,那個Speed Checker,給他們說,啊,你打錯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很開心,他們就挑戰一下,喔,這個是長時寫的,我都寫錯了啦,我都不知道啦。 就是這樣子,所以他們,他們覺得這個很好用。 所以,現在,有另外一個project,在伊朗、國東跟泰國族,做那個Gordon Dictionary,就是中文跟泰國族。 嗯,然後,然後,放到,放到,放到Depian,Ubuntu,EasyGo的Distribution。 然後,因為,他們的學校,他們的學校用,大部分都用Mentos,就是我連用EasyGo。 所以,我們放到EasyGo,然後,給他們用,就是這樣子,但是,無敵。 嗯,就是我放過了,是,問題不是文化,問題不是男生女生,問題就是想法。 想不想媽媽,想不想媽媽其他人。 所以,我們向他們,幫忙,的話,讓他們看到,這個自由規矩,都是我自己做的,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免費,我也是沒有錯,可以幫忙。 幫忙給他們,給他們一個工具,可以做他們想做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現在的,現在的project,在泰國做的project, 我們跟他們的語言的expert,就是老師,嗯,以前做的,以前做一個給字典的人,跟他們一起討論一下,怎麼做。 然後,用,嗯,用UberDocs,就是,List他們的翻譯字。 然後,中文的翻譯字,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用這個list,然後,convert到電腦可以用的format。 就是Hans,或者其他的format。 所以,這個project,需要,自由規矩,嗯,開發,開發規矩的,嗯,也需要,Language Expert。 Language Expert。 都要,都要一起工作。 還是要format。 format就是去,我們的部落,給他們看,這個,自由規矩是什麼,可以做什麼,怎麼用。 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阿倫的分享。 謝謝阿倫的分享。 因為阿倫的分享都很簡單,我們覺得,我們很多東西,我們覺得很理所大難的事情,那, 像我們,今天這兩天,有好很多場來講中文,那,中文技術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們覺得很理所大難,使用中文這些事情,其實在部落裡面,都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那,就像,這個東西就像一個,就像在關心法人眼中,那,很難去理解中,使用中文到底有什麼問題一樣。 那,同樣的,透過這樣,我希望大家,欸,就是,我們也可以開始去思考,像這樣, 有哪些東西,我們失去為太習慣了,理所大難,可是在不同群體裡面,就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 好,那,非常謝謝三位講者的分享,齁,那,我這邊其實有準備一些題目,齁,但是我想說我準備的題目, 討論題目有點太長,我也希望說可以讓觀眾有,有一些題目分享, 大家可以發文啊,來自己討論,所以,我想簡單的,看囉。 然後,那我想,我其實本來準備四個題目,齁,那,其實,搞不好還蠻尖銳的齁, 然後我想說,希望各位,欸,下面講者可以,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就請每個講者, Each one for two minutes,ok?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多留一些時間給台下觀眾,也可以無視不同的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我就說,因為我想我們,女性社群的存在,剛開始從all force 到後來,很多很多女性社群的存在, 那這個問題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有社群行為準則,嘛,那,社群行為準則,真的,幫女生解決了問題嗎? 真的讓環境更好嗎?那,我不預設一定是是或不是,齁,那,或是說解決了,欸,這個環境,原本對女生沒有三個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那,這個也,請三位講者來分享,那,第三個,本來想說,欸,面對不同屬性,包括像,地域差異,或是,年齡差異,性別認同,或是原住民,新住民,女性,或是生性大女性的話題, 那個,女性,女性社群有想過什麼樣策略嗎?那,我想這個先跳過,那,最後一個,如果我直接來的請就,如果我可以對, 呵呵呵,人在這邊,坐在地上的,如果可以在cosco,或是各大技術研究,大家會說句話, 直接說句話的話,你們會覺得你們想跟什麼樣,跟他們什麼樣建議,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先從第一個問題,就是,請問,你們覺得,這些女性,社群的存在真的,像,包括像,Costco,或是像,各式各樣的, Hacking Thursday,或是,台北大牌,他們真的環境變有三了嗎?女生更多了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問題在多有的話,你們是什麼?謝謝 那,回答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女性社群有存在的必妙嗎?那,大家當然是肯定的,因為我自己就來經營女性社群 那,這件事的話,其實我覺得,通常女生比較不敢進入社群,其實就有兩個點,第一個就是,感覺問題 那,所謂的感覺問題,就跟我聽他的時候,在做瑜伽,那我時候會邀請一些,我覺得,瑜伽可能對他很有幫助的男性朋友,一起來做瑜伽 那時候,男生可能會問說,欸,可是瑜伽不是都是女生嗎?這樣我去,我會很奇怪,就只有我一個男生 那,所以說,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同樣的,就放到一個技術社群裡面,遇到就是男生比較多 那,女生其實會有的疑問,其實這是一樣的,就是一種是感受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其實是自信心不足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一開始,大部分的,我覺得華人普遍都是自信心不足 就有時候,可能上台就會非常緊張,然後,我真的可以嗎?我有這個資格嗎? 那,其實我覺得,在女性社群的話,我們就一開始是,先讓他們有一個比較友善 就大家都是女生,那我們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那,在這個職種呢,我們都會開始,慢慢的鼓勵大家說,就盡量上台 我們可能先從個十分鐘、十五分鐘的Lighting Talk的開始 然後,在之後呢,就問他們,那你要不要後捨一個可能兩小時的分享會 那,這樣他們這樣慢慢做一做之後,就會發現,欸,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進而呢,就會比較願意去參與這種社群的部分 就是一些conference 然後,或者是說,有時候可能只是在一起一個人 那我們也會在這種女性社群的地方,交到一些好朋友 所以大家就會接班去參加拍攝啊,等等的 OK,呃,女性社群的部分 那,我在維基打科裡面會受到一些質疑啊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一般的這個,一般的聚會 能夠多吸引一些女生進來就好了 但是,呃,我想應該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呃,一個,一個純女性社群的存在 可以幫助你很快速的發掘到更多的問題 因為,呃,以現有的情況來看 雖然我們平常在,在台灣實體的聚會 或者是有很多,呃,女性會來參與的 而且這些年齡層會比我們 辦的純女性聚會還廣 就是有那種,呃,退休人員啊 或者是,或者是會出現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呃,就是在一般的 我們辦的聚會裡面呢 很可能就是按照我們平常的模式去做 然後,呃,有女性出現就當作是一種賺道 就是一個,呃,我們也不知道做什麼 反正它可能就是,也沒有什麼地方 沒有別的活動可以會危機的問題 所以就只要跑來 那,呃,能夠,它能夠來 但是不一定能夠留下來 就它可能只感受到 它要解決,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場合 解決完就走了 那,女性社群呢,它是我們在 至少在女性這部分 可以觀察到回課率最高的 就是,呃,參與的人會願意持續的參與 甚至她願意,呃,主動的來貢獻一些東西 然後,呃,我覺得這是可能是 你去組織一個純女性的社群 存在的一個,一個意義吧 然後,問阿倫的問題就是 然後,問阿倫的問題就是 上面有寫就是 如果,如果,如果 一個名happy community 那是否會沒有 如果不它,當然不 如果不,還是不 我不認為 我達到一個分別那個 需要別的一個分別 為何不 因為,分別裡 分別離開的 這就是分別的 这些人会只想想想什么他们需要 但不想什么他们需要 所以我们要帮助所有人 只能他们进入自己的社会 而混合同样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人们的工作 我们需要共同学 我们需要人们的工作 我们需要人们的文化 to see wha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need to work with them how to do this and then we need promoters who go out and show them what we are doing why how to use it and how to help so this message is to get out here it doesn't have to separate people into different groups depending on their gender or origin or ethnicity culture whatever it doesn't happen because We are all humansWe are all humans we are all living together We are using the same software and using the same toolsSo why do we want the same tools? It doesn't make sense That's why it's all Thank you,謝謝谢谢阿倫的分享 那下一個問題是這樣子就開始比較尖銳了 我想我們這邊的社群均衛準的Code of Conduct Do you think the code of conduct from your experience Do you think the code of conduct really works? 它真的有幫助 譬如說讓Costcard 或是讓台北大牌的女生更多嗎? 或是說讓危機協會的女生更多嗎? 弱勢為什麼?不是為什麼? 只要等兩分鐘,謝謝 我覺得社群規準的其實多少會有幫助 但是老實說因為我覺得還可以更好 不過其實我覺得更好的原因可能是需要做更多的宣導 甚至是在一開始事前可以辦一些講座 然後特別是或是跟工作人員講 因為其實我們通常都會知道說 我們不可以歧視他人啊 然後不可以歧視 但其實有時候文章就要念過去就過去了 但實際上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時候 還是偶爾就會不小心就歧視他人 然後或是就做一些比較狂犯或不禮貌的事情 所以其實比較重要是時時刻刻的提醒 然後周圍有很多 就是有人其他人會勇於指證的 就是哪些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更好的地點 危機現在沒有在執行社群選擇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把它弄了一個純女性的聚會 那大家可以理解在 比如說在美國那個種族 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故事 就是如果兩個非裔人之間 嘿英國 嘿媽的 那沒關係也罵起 但是如果是一個白人對黑人這樣說 他可能就會被罵是那個種族歧視者 所以純女性的社群裡面 在社群選擇的必要性上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然後有沒有其他功能也許未來我們可以試著去定定 然後再來去混合的社群選擇會裡面來試試看 不過我們目前還沒有造成很大的衝突 可能是在危機社群裡面 可能沒有這麼嚴重的性別的差異吧 就是他處理的是知識不見得是 也許很傳統就被認為是男性的那個 比如說這個資訊的領域 他可以處理的知識比較廣泛 所以很多女生可以來招門 聊一些文實方面的知識 那些 那我目前還沒有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你覺得你會說什麼 你會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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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個人不太清楚 我個人不太知道 那是有一個文化的計程 那大家都需要明白 那是 那是 任何我們放入這個宇宙 會回到我們 可以回到我們 我們就行 所以其實如果人而言 有一些人又做得好 他們會聯繫 他們會不會 遇到他們 你們不能做得好 如果人而言 他們會不會 尤其他人 很簡單 很好 好 其實 每天都跟隨隨便 大家都想得出 每次都要明白 是 但是 但通常人们不通过这些法律 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意义 可能是要提醒人们 但它不是必须要专业人的任何类型 这就是基本的规律 必须要在每个人的规律 但每一個 任何你做 任何你處理 如果這是一個問題 你可以回答到任何人 因為他們會很利益 這是我們的訊息 謝謝 非常謝謝南海人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想我們有一些時間 我們就開放台下的觀眾提問 好 那我們先把問題收集起來 然後再請三位講這份點來分享 We get the question first and then we got you blue and bounce 那有沒有哪位可以想提出問題 大家都很害羞嗎 都沒有嗎 大家有任何跟社群經營 或是多元社群有關而已 好 稍等一下我們也會過去 我直接的說吧 因為我們要錄音所以我們不需要錄音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需要錄音 所以 直播所以請大家稍微等一下麥克風傳過去 這樣子 那我自己在香港在東南亞已經經營就是 開放者社群超過十年 經常遇到第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在一個社群開放的時候做破拼 還有就是維持三到五年的增長 其實問題都在一開始的時候破拼 怎麼樣讓社群是inclusive 還有就是讓大家一見面的時候就比較開心 那我想大家就是做開場板之前 或者說是在任何時間 你怎麼樣去增加就是社群之間的互相意識的機會 尤其說是一些新的面孔 怎麼樣讓他們就盡快的就覺得輕鬆一點 就願意留下來再出現 謝謝 你要指定哪位回應你的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我只是分享 好 謝謝 非常謝謝 沒有分享 等一下請舉手的要先講一下自己 怎麼稱呼 對 我是Ben Cross 是香港巴克思主持人 好 謝謝 那還有哪位想提出比較尖對的問題也可以 因為其實過去幾天 我們請多少都有跟我很尖對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想我們就 大家把發展開說有什麼想 甚至對於女性社群或是 社群行為選擇之類的 比較尖對的問題都很歡迎提出來 好 OK 我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這個社群裡面 以直男為主 就是非常 非常難叫玩社群這種 怎麼去慢慢的融入和接納參與 因為我在實習軍當中發生的一個情況就是 經常有女生來一次 然後這樣就再也見不到 好 有這種痛苦的社群經營者局 下次好嗎 好 這是大家都很痛苦的事情 好 就是 請南輝回應 好 那有 或是有觀眾 有觀眾希望 自己稍微可以回應一下這句話 那同會的問題嗎 好 那或是其他有其他問題 你好 那個今年我們在主投的社群裡面有看到 有一個貢獻者 他 好像有被 他自己有發文說 他的 性 對 不算性體現在應該是性 錯算是可以講的 直接講性體 有被社群的人做 在私底下做討論 然後後來的解決方式一定沒有很好 然後如果是社群面對這種問題的話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 性體好 所以他自己個人的事情的 性體好 可以社群做一些討論 那些事實上 然後後來他自己 有在他的 討論裡面去 說一些事情 但是後來我沒有去追下去 如果是這件事情的話 會希望怎麼處理 或是可以怎麼做比較討論 好 我想好像三位都可以回答 還是你有想指問 對 好 萬一如果有 社群成員 因為他的性 性別 或是性虛 或是其他屬性的 送到一些騷擾 或是一些性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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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可以嗎 對 好 那他沒有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留給三位講者多一點時間 包括像 剛才童輝有提到的 對 那三位講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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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 community life is composed of straight male members to accept women? How can they accept wome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from our community. They had a brief experience that someone was getting harassed from his sex orientation. And of course there were not only sex orientation, there were members who were harassed by all kinds of reasons. So how do you deal with such a harass in the community? Is it okay? Okay? 那我們就請自訊線 第一個問題跟第二個問題有點類似 他的問題其實可以講到說 我們如何讓一個新加入的 第一次參與社群的人 之後會繼續的待下去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其實都會遇到 因為我也有提過一些就是 充滿男生的社群 然後他們也會有一個新的男生進來 然後可能就參加一次 然後就離開也是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只有時候可能女生的話就是離開的機率又更高一點 那我們該怎麼解決 那先回答說我們是如何讓他願意留下來 那我們自己的經驗是要先讓他覺得他自己是被重視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一個社群裡面大家都彼此手勢了 那你可能有時候在聊天啊 或是聽一些東西的時候都會很理所當然 然後但是一個新加入的人的話他就會可能根本聽不懂 然後要聊天的時候也無法插入畫面 那這時候其實就會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他可能之後就會覺得這個地方可能不屬於我 就不適合我那時候就不會再來 那我們拍了一點的做法的話是 其實我們會很努力的記得每一個人的名字 所以他可能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就會問他說你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像是學生還在工作 然後之後我們會就是跟他聊天 就可能大家已經聊成一團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有人注意到的話就會特別去跟他聊天 然後跟他聊一聊說今天參與這活動我們有什麼心得 然後就還會說我們下次再見 那如果他下次還會來的話 因為我們有很努力的記得他的名字 或是記得 有說可能名字 或是記得 那你會記得他講過一些事情 那我們就接續著聊 那他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是有被重視的 然後他這樣可能就沒有問題 那至於女生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這部分他可能就需要更多一點 而且不過其實如果在一個全場都是男生 只有一個女生的話 其實老實我也覺得非常困難 不過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女生 或是有一些女生的工作人員去關心他的話 是我覺得 留下來的機率就會高很多 那等一下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那再請自己分享一下 那瑞關於兩個問題 一個是 對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成員被騷擾的問題 對 好 先從那個如何 留下來一個人這個問題 那 除了說在現場要關心他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大家可以考慮就是 因為現在網路其實都很發達 那利用一些社群網站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女性的聚會 其實是會看一個私立的連出社團 然後有來參加就把他邀請去 那即使他下一次沒有再持續的出現 因為有時候聚會大家都很忙 時間不一定能夠配合 但是他如果能夠在那裡邊持續的在線上 跟大家互動的話 那個社群的感覺並不會一池而冷掉 所以有時候那個社群的人 有沒有留下來不見得要看現場的人的多寡 可以去看 可以去利用一些網路工具來維繫你們的情感交流 那至於那個商老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現在也都還沒有盡力知道 因為如果你透過一些管理規則去踢人 當然是有可能去處理少數的困難分子 但是剛剛那個情況是等於好多人在私下 在討論單一個人的心情下 我想這可能只能透過這個平持的教育吧 就是你如果要辦這種多元性質的聚會 可以多把這一些的議題 在平常就放到你的聚會裡面去做議題的討論 但因為其實這是新的社群去做這種融合的時候比較容易 那如果是技術性的社群怎麼把它放進來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再多花給創意 這個就不是我能夠提供建議的部分 但是我希望可以通過平常的教育來幫忙解決這樣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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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為了我嘗試要解決這些寬諺 因為他們是相關的 因為他們是相關的 那些人我們是相關的 那些人我們都會遇到 每一個人都會遇到我們的路 是一面對我們的路 是一面對我們的路 如果我們會發生 如果我們不會發生 是一面對我們 是一面對我們的路 所以我們要靠入我們 我們要靠我們 什麼我們做錯的 我們在過去的路上 這些問題很多人都不明白 但我會建議 你試試做 因為 你不能讓人 你不能讓人 改變 我們只能改變 我們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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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我的好指示 謝謝 那 我們這邊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前年去 那個維基的 維基的 維基百科迪金 對我們也稍微有討論過 關於稍微的問題 那 後來我會 我自己有提出一個方 有提出一個建議是說 其實建議支持 群體社工夫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就像在那樣的方法 譬如說 社群管理者 譬如說給你的公文 第一個是 譬如說開場合 就會確實說 我們的立場是 是希望是一個平等的 然後這個情況也是不適當的 那另外就是 另外身對那個很高 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之前你有過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會去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這個狀況 讓你遭受這樣的狀況 真的 這其實是我們不允許的行為 那很不好意思 讓你給你這樣的處境 那我想這兩點 同時都是很重要的 對 那好那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想就 就快速的 如果你們可以對 可以小屁 吹一句話 那你覺得 那你會想說 If you can speak to the COSCA organizer for one sentence 歡迎朋友說 那大概每個人就一句話 那二十秒左右這樣 先謝謝 COSCA主辦 然後我希望將來就是 可以再創加 所以我覺得可以更加宣導 就是社群準則 然後我覺得 或許可以在事前開些講座 然後或是工作人員的特別訓練 都是很不錯的 事前講座跟工作人員的訓練 那你就未來在場地的設置上面 可以做出更多 女性友善的一些設施 然後 具體舉例很難啊 你可能自己抽選一下 這樣 但其實我真的很想不到 怎樣算是 因為我自己 可能不會遇到 就是對女性不友善的設施 就是因為我個人 不會遇到 對女性不友善的設施 所以 我會想知道說 比方說 比方說香港有提到在 就是限參議會發明 你不會省明 對 這樣子的設施 那我辦理討會 要不要 就是 對女性而言 會不會需要這樣子的設計 或者是其他 就是 不如是 不如是 這個設施 滿有可能會需要 對 對或者是一些 預音的學習 之類的一樣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這樣的分 I think you are doing pretty well already, thank you very much but if you want to attract more groups which are underrepresented May I suggest to first reach out to their communities introduce what we are doing I ask them to participate, invite them, maybe even give them free tickets or whatever and give them a chance to present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this should not be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ut an organized area for them to present what they are doing, what needs do they have and stuff like this and to get in touch with other people Thank you, thank you 那謝謝三位講者 今天非常高興謝謝三位講者精采的分享 那希望我們未來的幾年我們可以看到更多